大量的武漢新冠肺炎患者 此前一直都定為疑似病例 被建議回家自行隔離 但這個措施的後果逐漸顯露出來 很多家庭呈現家族式的感染 現在患者們既要為家人呼救 也要為自己呼救 2月12號 73歲的馮葉永和妻子 終於被武漢市第一醫院收治 但家人沒想到 剛放假的心又被吊起來 這個武漢市第一醫院了 本來是個好事情 但是現在又出現了新狀況 現在我爸爸是重症透析 又加上新冠肺 他現在透析又做不了 他本來今天要正常透析 他做不了 新醫院他不具備這個 給這個新冠肺病人做透析的條件 他自己說是 馮葉永患有尿毒症 透析治療已經5年 2月9號 他去湖北省中醫院做透析 結果體溫37度8 吸體顯示 雙肺呈膜玻璃樣改變 醫生要求他做核酸確診 並治療後再做透析 但之前一直找不到醫院收治 馮葉永只得在家自行隔離 一家5口人住在一起 其他4人也全部被感染了 2月12號 萬民也在網絡交集的呼籲 讓自己的姐姐萬敬榮儘快入院治療 是昨天才出來的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讓他去進行救治 所以我們就很著急 因為他年齡大了 又一個人在家裡面 關鍵是 而且現在他的症狀是乏力 口裡面沒有味道 然後瀝槍裡面有血 我不知道這個血是瀝槍裡面的 還是咳出來的就搞不清楚了 萬民是家裡唯一一個沒被感染的 據他回憶 一切都是從2月初 90歲的父親從養老院回家開始的 劉秉華2月2號起開始有發熱症狀 一直在家自行隔離 9號家裡有一人確診 12號他自己也被確診了 12號2號2號3號都沒出去過 一直在家自行隔離 劉秉華回憶說 孫女1月13號坐動車從四川回武漢後 曾出現發熱症狀 在求助的肺炎患者中 還有很多是家族式感染 紅山區鐵機路、保麗城的 池金陵一家八口人都被確診為陽性 包括11個月大的小嬰兒 孩子至今無法入院 還有江漢區廟敦路社區的胡繼華一家 五口人住在同一屋簷下 相繼感染 87歲的父親已經神志不清 他們懇請社會救救家人 也救救他們自己